为了确保安全,在进行气瓶检查之前,需要做好检查准备工作。 本视频将介绍如何正确地完成检查准备。 这些准备工作包括,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,清理工作场所,确保紧急逃生通道畅通,固定气瓶以防止倾倒,确认风向,使用工具存放车,以及准备好检查清单。 在进行气瓶检查之前,先要将工作场所整理干净,地面不得有垃圾、电线或者其他可能致人员绊挡或对气瓶移动造成影响的障碍物。 紧急逃生出口必须标识清除,并且确保在逃生路线上不得有任何障碍物,如有障碍物则需提前清除。 在检查过程中,气瓶必须固定,以防止其倾倒并损坏阀门。 对于自由站立的气瓶,应根据气瓶数量使用三角形框架、长方形框架或者同时使用两种框架的方式来固定气瓶。 不得出现没有采取任何固定措施的气瓶。 在气瓶检查过程中,检查人员应当站在气瓶的上风口,以减小潜在的风险。 如果气瓶检查是在室外进行的,则检查人员应注意风向带指示的风向。 如果气瓶检查是在室内进行的,则应确保有足够的通风措施。 在气瓶检查过程中将会使用到许多工具,因此推荐使用工具车来存放这些工具。 也推荐使用垃圾箱来收集气瓶检查过程中产生的碎屑。 最后,在进行检查之前,需要准备好气瓶检查清单。 总之,在进行气瓶检查之前,需要做好以下准备工作。 穿戴好合适的劳动防护用品。 清理工作场所。 逃生路线上不得有障碍物。 气瓶应当固定。 检查人员应当注意风向并且站在气瓶的上风口。 气瓶检查过程中,推荐使用工具车和垃圾箱。 感谢观看。